马面对着连胜文开的这一枪震惊社会 枪支到底从哪来会声会影 蔡华郎说的正正有词 只以马面枪支来源 是不是警方流出去的 却是大搞乌龙 因为马面使用的P220手枪 台湾军警从来没有采购过 P220的相关资料 抱歉就我所知的话 就台面上的应该就没有什么详细的资料 马面用的是P220手枪 92年保一总队曾经编列540万 购买了40支编号P226 两支枪差很大 除了口径枪管长度与重量 P220与P226没有不同 但是两者在枪支长度和能装载的弹夹内容 完全不一样 不是枪支专家 蔡黄狼看到黑影就乱开枪 P220和P226插一个号码 规格不同 蔡黄狼咨询之前恐怕得些 做好功课